女公關中脫衣剪頭髮,還大腿同眠 瘋狂虐打女公關的,只是她的男朋友吳宇坤 她昨天承認非法禁錮和商人 去年9月18日,女友生日,她問對方借錢 女友只給了一塊錢,就說要出去見朋友 火都離開的被告喪打她的臉 女友求救,被告馬上脫衣剪頭髮 用女棒壓她的臉 但打完,兩個人還齊齊救狗豬 直到凌晨,她又以為女友要閃人 我寧願死呀,我跟妳在一起 她生氣,就罐對方飲飄白水 是不是真的想死呀? 是啊! 後來女友爬槍閃人,她就用毛巾重頭辣頸 多處受傷,做夜總會公關的女友 並求救治條落街,大廈保安報警 但女友昨天就說已經原諒被告 她等她出獄複合,案件下月8日判贏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